來我們會帶學生練習這下面的六個題目 448的幾次 448的幾次你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如果你不太肯定自己會答對的話 就先讓我給你一個提示吧 我們可以這麼做 你去想 我們從有框框的走到 那個等號的對面去 你去想 8的幾次是2 再想2的幾次是4 也就是4跟8他們都是2的次方嘛 我們去把它換到那個 最簡單的那個直音數的底數 就說他是2的次方還是2的次方 我們把它換到2 先換到2再換過來 這樣可以嗎 所以8的幾次是2 8的幾次是2 那這個其實剛才有講了 8的 1次是2 因為2的3次是8 所以8的 3分之一次是2 然後 2的幾次是4 這應該都會 2的平方是4 最後的這個答案會是3分之1乘上2 所以答案是3分之2 那為什麼最後這個答案是用3分之1乘上2呢 因為你其實相當於在進行這個8的3分之1次又平方嘛 我先8 3分之1次之後是2嘛 所以這裡是2了吧 然後又 平方嘛 那根據指數率的話 這樣就是8的3 乘起來了 3分之2次 可以嗎 好的 這個 為什麼會讓學生先練習這些計算呢 因為我們 我要強調一點 你在做的時候不要太依賴 上面交的指數率的計算公式 就是說 我在這裡 這個2的幾次 這是2的幾次的框框次 然後 移向 然後 這樣去算 盡量讓自己尋找到能夠 幾次幾次 就找到他 因為這樣子你在未來處理這些數字才會越處理越流暢 你才能夠快速的反應說這個是幾次然後他再幾次是什麼 這樣子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呢你現在看2跟8看4的轉換好像並不難 可是你就會發現怎麼樣喔開根號是 3分之1對不對 那要注意喔 開根號是 2分之1次 平方根是2分之1次嘛 立方根是3分之1次嘛 可是如果今天變導數呢我今天如果寫8分之1呢 那是負一次喔 那是負一次喔 那如果我今天8要變成負8呢 那個是辦不到喔 因為沒有辦法變負的 次方沒有辦法讓你從正的變負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讓學生透過這幾題裡面去 熟練這件事情 一個 2分之1次 跟變導數是不一樣的喔 那到底怎麼樣幾次是什麼 我們來練習一下 來這一題應該相對來說很簡單喔 按個暫停 寫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馬上寫出來 是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如果答不出來是不應該的喔 那就代表你的 定義喔 不夠熟悉 因為我們剛講的 根號5的平方是5 這是根號的定義 5的平方是25 所以這個是 4倍 4次 對嗎 右邊 好 25的幾次 是根號5 這個答案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是 4分之1次嗎 因為剛才才說 A如果幾次是B的話 A是B的 幾分之1次 剛說根號5 4次是25 對不對 所以25呢 4分之1次是根號5 我們還是先換成5 從框框這裡走 要從框框這裡走 要不然你的那個答案會反過來 會導數 25幾次是5啊 25的幾次是5 對不對 練習 開根號的話 平方根的話是 2分之1次 注意喔 不是5分之1次喔 2分之1次 有的人會把 次方跟乘以多少搞混 對不對 我要3次 2的3次是多少 6 那就 不對 那就是說練習啦 我們學任何新東西 搞混是很正常的 對不對 學英文的時候忘記加S 忘記換Shi 都很正常 但就是你要練習 讓他成為你思考 很自然的一部分 5要幾次是根號5 2分之1次 所以25的 4分之1次是 根號5 那麼來囉 如果剛才上面的讓你覺得好像有點簡單 你這題就應該要答對 按個暫停 自己寫看 我們要來 下手了 如果你剛才沒有第一時間做對 做出來 或是說你做出來你還不知道答案對不對 不對 嗯 我不想要泄體 你可以 你可以 這個等一下看你有沒有做對 來這個 先換成2 先換成2 那你說 這個 2根號2要怎麼換成2呢 多給一個提示 2根號2其實是根號8 那你說根號8要怎麼換成2 那我們再拆開一步 根號8的幾次 是 根號2 答案是 根號8的 3分之1次 是根號2 因為8的3分之1次是2 那你說可是有根號啊 剛才有提到這件事情 如果說8的3分之1次是2嗎 那 根號8呢 根號8其實是8的2分之1次 他要幾次會是2的 2分之1次呢 對不對他要幾次呢 那 前面講過你其實怎麼樣 這個a的n次的m次會是跟這個a的m次的n次是一樣的所以他相當於在寫 8幾次之後開根號 會是根號2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這個 8幾次 開根號是 根號2 那這個答案就是 8幾次是2的那個答案嘛 就是3分之1次 根號8 3分之1次是根號2 如果覺得有點陌生按暫停再看一次喔 根號2幾次是2呢 定義 根號的定義就是平方的是 2 好2的幾次是16呢 注意喔 14次不是8次 我剛在說有人說2的3次是 6有的人覺得說怎麼可能那麼蠢 2的幾次是16真的就是 有一個稍微多一點喔但是沒有沒有到過半啦但是有一個不小的比例的人會打 8次 他不是乘以8 2乘2是4 4乘4是16 沒錯喔可是 4乘4不是4次喔是平方 所以他是平方再平方 所以這裡呢最後答案就是 3分之8次你有答對嗎剛才 你有答對嗎 那4分之1幾次是8呢 如果不熟先換成 以2為底那當然有的馬上就想到說 可是我這是4分之1沒有錯那如果以2為底不能順利的換的話 就換成 以2分之1為底 來吧按個暫停做做看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隔壁這裡呀 所以說所以說 如果一開始我要從根號8換成2這樣你知不知道根號8 幾次是2 或者我們先說2幾次是根號8 2 3次是8然後再開根號是2分之1次 所以如果說2幾次是根號8的話是 2分之3次 這個3次是讓他變8這個2分之4讓他變根號 那這兩個順序是可以對調的我也可以先變2可以先變 這個2分之1次是根號2再3次變根號8 所以反過來說如果他要變成他的話是 3分之2次 根號8的3分之2次是2 這個 參想一下 像殘疾這樣子 是不是挺有 喔 對 對 對不對有那種感覺沒有 3分之1次讓他 從8變2嗎 平方讓他把根號拿掉 對不對 2的 2分之3次是 根號8 對不對 OK吧 真的嗎 另外一條線喔如果根號2到16是幾次 那就是 注意喔 他先平方 變2再平方變4再平方變16 這樣是8次 這樣是8次 注意喔不是6次喔不是6次喔 如果是6次如果根號26次的話其實是變成8 因為他會先兩次變成2之後 這樣子 那想說怎麼可以這樣子當然可以啊因為根據指數率 我這個6寫成2乘3嘛那他是不是可以先把2刮進去再3次 所以他可以先變這樣子這是8 而我們要變成16的話是要8次喔 我所以我不是 我不是 兩次再兩次再兩次好不是2加2加2是2乘2乘2因為每一次的這個兩次都是刮起來的 我不是 我不是 先變2再變4再變16 所以這樣子是2乘2然後再乘2 所以是 8次 可以嗎16變成根號2是8分之一次 對不對 要學指數這個單元這樣子的思考一定要流暢 不然的話喔指數率你看老師在算 每一步你都覺得想一下會覺得有道理可是又跟不上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勒4分之1變 2分之1 其實是開了一個根號所以是2分之一次 可以嗎 開了一個根號那你想說 我知道4的2分之一次是2可是4分之1的2分之一次呢也是喔那這個理由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那個倒數喔其實是-1的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把他給2分之一次之後他可以變成 對不對所以4分之1的 2分之一次是 2分之1就開根號啦開根號 好一樣按個暫停 看一下喔 不熟的話 那2分之1幾次是2啊 幾次啊 你有沒有答對呀 倒數喔倒數 那2幾次是8 3次 所以4分之1幾次會變8呢 -2分之3 那多做你就會 越來越熟悉因為有套路嘛就跟那個 英文字也有字跟字熟一樣嘛 4啊2分之3次就是8啊那個負號是給 他怎麼樣倒數嘛 所以如果4分之1 只有這個2分之3次的話其實是變成8分之1嘛 然後倒數嘛 對不對你也可以先倒數變成4對不對 我剛剛是不是不小心卸到這一題 所以這題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能的話就直接換到2了 8分之1幾次是2 這個答案是 負 3分之1 負號用來讓他倒數3分之1讓他開立方根 對不對 如果你換這一步不熟你可以先換成2分之1 那這個是 開次方 再換成 2 可以嗎 好 然後平方啦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負3分之2 那希望 剛才講的這些你們都能夠找這個 快速的讓自己能夠內化他 那我們下一集開始就是要來去做進一步討論了 你介紹這裡 一點 不夠平凡 你不會太吵了 你不會太吵了 我來太吵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